北京时间今天13点 美国纽约也将迎来2019年 时报广场水晶球落球倒计时跨年活动 一共持续6个小时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31号18点 首先举行的是水晶球的亮灯和升空仪式 在倒数声中璀璨的水晶球 徐徐升至时报广场的上空 以此拉开整场活动的序幕 也就是说水晶球是先要在下午升空 然后在零点时分降落 为了保证跨年活动的安全举行 纽约警方将在现场部署上万名的警察 200多辆警车并首次出动无人机 观众入场的安保措施也非常的严格 每个人入场要经过两道安检 不允许携带大袋子背包和雨伞 拒绝搜查的人不允许进入到时报广场